如果你跟她分手了 那你有可能会孤独终老 你会比现在快乐吗 嗨 babie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现在已经比较晚了 因为我今天忙了一天 我的月嫂阿姨明天终于要走了 所以我一直在忙着找一个新的阿姨 来看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 所以我一天 今天早上是四点钟的 现在都没睡觉 所以I'm really really tired 但是我还是想下周能够保持一周三更的速度 给大家再更一期视频 已经很晚了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觉得我应该化个妆 你们还没有看出我皮肤状态特别差 是不是 是因为我这个视频加了一个滤镜 因为我这两天皮肤状态实在是太差了 anyways 现在我就化一下妆 然后这几天一直在谈婚姻和爱情的问题 我收到了许多许多私信 就给我讲他们的这些感情的这些事 顺便也问一问的 就是他们在什么时候应该就是选择走出一段爱情的关系 什么时候选择走出一段婚姻的关系 我可以很负责的告诉大家 其实我自己当然分过手的 所以我只能跟你分享一下 我在什么时候选择就是走出一段我自己的恋爱关系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吧 这是我当时给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注重的几点 我不知道会对你们有没有用 但是大家看吧 我常听到老人说 我很恐惚 我很恐惧爱情 因为我父母的婚姻怎么样 怎样怎样 然后说我非常积极乐观 是因为我催拔催妈的爱情怎么怎么样 我可以很诚实的告诉你们 催拔催妈在他们的恋爱婚姻当中 他们已经结婚三十多年了 在这段恋爱婚姻当中 他们有自己很多很多很多的挑战 我曾经一度认为他们是不是分开 会更开心一点 所以无论在表面上看起来多完美的婚姻 你记住 在完美的婚姻 你在婚姻的过程当中 也会有掐死对方两百次的这种想法 觉得特别有道理 所以千万不要想 别人的婚姻都如此的美满 只有我的爱情是充满了残缺 充满了争吵 充满了争执 和充满了不愉快情绪的 错误的 两个人非常不同的环境之下长大 那对不同的事情发生 有持有不同意见 这个再正常不过了 这个是所有的婚姻和爱情 都会遇到的东西 当然我估计有些人特别特别幸运 他们可能碰到的那些老公啊 或者怎么样 就跟他们三观无敌一致 我这个好多毛啊 好讨厌 好久没拔眉毛 一个粗糙的产后妈妈 如果是那样的人 我真的觉得你太幸运了 你真是 你要乐透奖了 但是大部分人都会要磨合期 包括我和翠哥 我觉得翠爸翠妈磨合了 快三十多年 快四十年了还在磨合 所以有磨合很正常 不要因为有一点磨合 就好像觉得 哇我是全世界最惨的人 我的婚姻最不幸 其实不是的 每一个婚姻都有它的美好 和它的挑战 如果我分享出来的话 能对你有帮助 就是如果你还在考虑 这段爱情是不是适合我啊 我是不是应该分手 我应该怎么办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记住一定要是你发自内心的 任何人跟你讲的都没有用 而且我也希望不要有太多人 去劝一个人分手或不分手 如果别人问你意见了很好 但是不问的话 就不问不求 这样的一种关系吧 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个人的 有的时候 一些好朋友什么的 劝戒了半天 反而对他们的友谊 产生了很大很大的阻碍 我以后会讲一讲 在闺蜜之间如何保持一个界限 这样 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我是凭哪几点 在我的这个恋爱生涯中 决定结束我的一段恋爱关系的 首先就是 除了忘掉你父母的婚姻以外 你要想一想 What's wrong with your relationship 怎么讲呢 就是你要想一想 你的relationship是哪不好 你一定要勇敢地面对 所有的是与非 就是哪好哪不好 你要很坦诚 在我接触的很多人当中 有一些人 他们很喜欢 不管是他想一段感情 能开花结果 还是希望一段感情结束 他们有的时候是 自己向自己说谎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 就是他会对自己的感情 和自己的感觉 不是很诚实 然后会去变相地麻痹自己 这样来获得一种肯定的答案 说应该分手或应该不分手 我看来呢 我就很不愿意用这种方法 对我自己来讲 我应该第一就是 对自己很诚实很诚实 到底是怎么想的 一个段关系 是不是和我是怎么样 其实没有人比你 从你内心里更明白 然后我在心里想呢 就是你对对方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你这个 What's wrong with your relationship 这些所有的wrong 这些所有的flaw 实际上都分 可以调和的矛盾 和不可调和的矛盾 比如说 有一些可以调和的矛盾 包括文化差异 比如说你的老公是外国人 还有一些就是饮食的喜欢 你喜欢吃这个 他不喜欢吃那个 一个南方人 一个北方人 这种甚至是家庭的矛盾 比如说什么公公婆婆 婆媳之类的 跟父母相处 什么这些都是可以调和的 还有就是职业计划 你打算以后干什么 挡不挡全职太太 等等等等 包括生孩子的时间 我们是结婚婚之后 立刻生孩子 还是说要等几年 这些其实在我的眼里 都是可以调和的矛盾 他们并不是说 你有了这些矛盾 这段感情就不能继续下去 当然也要看你有多爱这个人 愿意为彼此 把牺牲到什么地步 我从来不愿意去告诉别人 你对这段感情牺牲太多了 或者他对这段感情 牺牲不够 即便是我最好的朋友 他的感情 我也只会说 你不管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支持你 你需要我的时候 我在这里 但是如果你来问我的意见 我会很诚实地告诉你 我是喜欢 还是不喜欢你的另一半 我对你的感情 是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但是我绝对不会把 我想要看到的结局 讲给你听 也绝不希望你 一定要去照着 我想你的感情 去发展那个方向来发展 我不知道这个 你们能不能听明白 剩下的就是那些 在感情生活中 完全无法调和的矛盾 这有三点 对我自己来说 我每次都在看这三点 一个是 是否结婚 有些人可能一开始 跟你讲清楚了 I'll never get married 如果你心里想 我是很想结婚的 但是他不想 可是我可以打动他 可以改变他的想法 不是说不可能的 但是我是会劝说你 希望渺茫 你应该把这些 你的精力和时间 都花费在一个 本来就跟你的生活目标 一致的人身上 不要花费在那些 跟你生活目标 相差很远的人身上 这当然除了结婚 也包括生子 有些人上来就说 我不想生孩子 如果另一方 就是生子 对他们来说很重要的话 不要试图去改变这个人 我觉得还是应该 换一个有共同 大生活目标的人 还有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是否排他式交往 我从来不愿意去骂一些人 他说我想要一个 open relationship 就是那种非排他式的交往 我不愿意说人家 你怎么这样 你是渣男 你是渣女 我觉得两个成年人 如果他们从一开始 就可以达成协议 觉得他们两个 都不需要排他式交往 然后两个人在一起 这样交往的话 我是OK的 因为你的前提是 你没有伤害任何人 你没有欺骗任何人 但是如果一方讲出了 我是不愿意排他式的交往 但是另外一方 并不能接受 但是心里想着 也许我们交往交往 他能爱上我 也许我们交往交往 他真的就会改变 他现在的想法 就会跟我变成 排他式的交往 就会只爱我一个人 我一定会用我的感情 来感化他 我不是说不可能 但是希望渺茫 而且你会很累很累 你在这段感情当中 也会很卑微很卑微 所以我是碰到这种情况 是真的不建议 那对于我来讲 我自己相信 爱情一定是排他式的 如果任何跟你说 不想排他式交往的人 他可能都会一定有目的 所以大家在遇到 这样的人的时候 一定要度假小心 很有可能到最后 你并没有改化任何人 还伤得遍体连伤 这个我在我的生活中 看到过很多很多 活活的例子 我也希望在这里 我不想说警告 因为你生活有你的选择 但是我希望 女孩子能够学会保护自己 你在进入一段 自己想要排他式交往 但是对方 并不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你想要monogamous 他并不想monogamous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自己 这是否是你想要的 你是否想用自己的爱情去感化它 如果你的答案是 这并不是我想要的 我实在试图着用我的爱情 和我的心中去感化它 如果你来问我 我会劝诫你不要这么做 这样做无异于飞蛾扑火 如果一个人了解你的感受 然后还愿意 非排他式的去伤害你的感情的话 这个人我觉得应该不会太爱你 这就又问到一个问题 就是太多人问我 如果在恋爱的过程当中 有一方出轨 我应该原谅他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难以回答的问题 有人问我 我觉得出轨只有一次或者无数次 问我相不相信 我大体是非常相信这个说法的 当然不是绝对啊 世界上只有一件绝对的事 那就是绝对没有绝对的事 我很难说我遇到这种事情以后 我会怎么办 但是我有一条准则就是 我会扪心问我自己 如果我分手的话 我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 由于一个人出轨 如果我不分手的话 我会承担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那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可能就是 如果一个人真的出轨了 那以后他会不会再次出轨 如果他再次出轨的话 你是否OK 如果他会一直出轨的话 你是否OK 我觉得这些问题 你都要非常非常honest 非常诚实的来问自己 来探索你内心真实的想法 如果你不能接受 完全不能接受 你觉得这个会在你的感情道路上 成为一个很大的阴影吧 我劝你可以考虑分手 尤其是在还没有结婚 就是说你对这段感情 如果一旦分手 你失去的还不是那么多的时候 可能会非常值得 也有人问过我 如果我一天有发现 催科出轨了 我会原谅他吗 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觉得我都还没有答案 如果你几年前问 我一定会说 那我肯定会分手 但是现在我会想 因为我们两个已经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可能我会去分析他出轨的原因 或者出轨的状态 是精神上的肉体上的 还是精神肉体双方的 他的态度是怎么样的 我还要问我自己 我是否能get over it 我是不是能忘掉这件事 我是不是能move on 还是说我自己也要去出轨一次 才能拉扯平衡 因为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所以真的很难说 我都无法给出你意见 出轨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常见 也是一个非常令人难以接受的 或者说令人很难下决定的这么一种事 但是我现在你要问我来讲 很诚实很诚实的说 我觉得我接受不了 我可能会选择分手 但是如果这件事真发生了 我会不会改变我的想法呢 也有可能吧 我觉得我对这件事不是很事 所以抱歉也不能给大家太多的建议 但是我自己也分手过很多次 然后我在决定分手的时候 我看到其他几点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一个是我会问我自己 我在交往这个人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这个人跟我的三观一致吗 这点对我非常重要 如果不一致的话 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警戒线 因为三观不一致 就会被无限放大 从一件小事 就会放大到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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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的琐碎 你真的可能就最后都会很累很累 不愿意再去面对 然后我还会问我自己 我们之间还有肉体上的吸引力吗 如果是一段无性的婚姻和无性的感情 我觉得是真的没有必要了 那么两个人在一起 即便是在一起很多年了 我觉得你还是要 try to keep the spark alive 就是那种火花还是一定要存在 有一句话 吴老师马尼联盟路说的吗 说 I will never settle for anything less than butterflies 就是你看到你特别喜欢的男生 那一开始的那些小路乱撞 butterflies的那种感觉 你是否能一直保持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自己很幸运 我已经跟崔哥一起交往了八年了 然后在这个八年多的过程当中 我现在每次看到他我都还想 哇他好帅 我真的很幸运 但是我也希望所有的人把肉体上的吸引 作为很重要的东西来看待 这不光是说你要看男生有肉体上吸引 你同样觉得你的伴侣 看你的时候是带着欲望和爱的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最后的生活会很困难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你们之间还有说不完的话吗 你是否愿意向他倾诉 他知道你每天在干什么吗 他能为你分担一些你的忧愁和焦慮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非常好 如果你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话说了 就更愿意自己捧着手机 可能是一个red flag 当然不是说你一天到晚都要跟对方说话 如果你住在一起 可能是最后都没什么话讲了 但是就是你在遇到困难 遇到难受 有焦虑的感情 需要一个人谈谈的时候 你会想到他吗 他不仅是你的伴侣 更应该是你的好朋友 还有就是讲到这个 如果你们两个之间没有肉体上的性关系 你愿意跟这个人做朋友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号 你要问自己 如果剥离开了性关系 你们两个根本就不想做朋友 可能很难 还有句话讲叫 Love is friendship set on fire 就是当你的友谊着火的时候 可能就是爱情 我觉得也很重要 除了欣赏这个人的外貌 让你有欲望之外 你还要跟他有非常坚实的基础 你要喜欢跟这个人在一起消磨时间才可以 还有那个叫什么 我经常说的是good conversation good sex right 这个是两个缺一不可的这种爱情的要素 所以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 还有一条golden法则 就是我自己每次想到我是否要分手 我都会用这条法则来衡量自己 这条绝对是一个golden rule 就是一个黄金法则 如果你pass掉这条了 基本你就知道what to do 卖没关子先脱口 我们再告诉你们 对我自己来讲 就是如果你跟他分手了 你之后找到的伴侣 都还不如这个人 那你有可能会孤独终老 你会比现在快乐吗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答案 我当时在我订婚 去毁掉我那一桩婚约的时候 我自己问的就是这个问题 我当时知道我自己并不爱这个人 我问我自己 如果我跟他分手 可能我再也不会有机会 走进婚姻的殿堂 可能后面找的人还都不如他 当然他有他的优势 我们才会走到订婚那一步 如果我后面找到的人 都还不如他 那ok吗 我会比现在快乐了吗 当时我得到的答案是yes 所以我就一无反顾的分手了 无论有多么的humiliating 无论有多么的痛苦 无论有多么的迷茫 无论有多么的麻烦 我当时都一无反顾的分手了 可能不熟悉我的那些老门不知道 我那段感情已经走到 就是订婚了 然后我婚礼请柬都发出去了 但是我一直知道 那个不是对的人 我在那个时候pull out走出来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是现在转眼看回去 那可能是我一生当中 做出的最正确的几个决定之一 有了那次 我告别了错的人 才可能在后面遇到对的人 然后才可能拥有 我现在幸福的家庭和爱情 虽然来之不易 非常来之不易 当时痛苦万分 但是现在想起来 真的是我问了自己那个问题 就一切都值得 所以你也要问一问自己 如果你真的现在觉得 他不是right person 那不是the one 那如果你以后可能找不到the one 你是觉得跟这个错的人在一起开心 还是自己孤独中老开心 这个是一个很严峻很残酷的问题 但是也是一个每个人都必须要回答的问题 我基本的建议就是这样 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帮助 因为我这两天平均每天四点钟起来 大概每天就睡三个小时 我实在是太累了 觉得脑子一锅酱 一孕傻三年实际上就是困出来了 我不知道这次我会傻几年 至少我估计三年吧 就小孩不能睡整掉之前 我可能都会傻傻的 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sorry真的是下个礼拜会做得更好 好不好 Love you guys 拜拜 拜拜 好